幸福星辰植树节赠苗活动将在嘉陵村龙泉公园举行 现场种植杨红枫林木八棵 熊猫仙丹三百株 猿尾五百株 乡长何礼台 立位傅昆奇 以及社团贵宾 和现场的民众种下优美的植物 乡亲非常踊跃参与新城乡公所的活动 现场超过五百人 更透过每年的植树节绿化乡内的公园及公共空间 为乡亲打造优美舒适的休闲环境 欢迎新城乡142年幸福星辰植树绿美化检刀活动 今年则是选择在龙泉公园的前办理 活动一开始则是邀请 业务歌手来为大家一起享受音符的月身之美 江南何礼台 立位傅昆奇 与在场的官员们相亲 现场种植杨红枫林木 熊猫仙丹三百株 共同在新城乡每个土地上 亲手种下日美职务 现场超过五百人 今年更有博军花莲青商会 新城市职会 现场像后备进入辅导中心 现场像民众服务社 现场像客属会 家里环保志工队 家林环保志工队等社团 为乡公所性质活动 以及环境用一些兴奋心力 我想为什么要来 特别请我们幼儿园的小朋友要来 植树非常非常的重要 地球是一个地球村 节能减碳 尤其光合作用制造了氧气 能够让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村 大家都能够健健康康 我上任之后我是非常反对砍树的 我都尽量要来植树 所以非必要性的 非必要性的 我们才来做这样子的一个 遗址的一个工作 所以今天我看到副委员 立法院在开会期间 特别波容来给我们指导 我感觉到非常的荣幸 我们再次用掌声谢谢他好不好 谢谢我们的立委 副立委在当花莲 永远的这个志工 对新人乡可以说都非常各想大小的活动 每一场都来给我们支持 来给我们参加 略副观企业全程参与节识节的活动 众树爱地球 让我们的环境一代比一代更好 照顾这么可爱的宝贝 我们的丁丁连孙 我们让我们的环境 能够整体把它优雅起来 节能简单 是21世纪 我们地球村每一位 所有的住民该有的工作 今天鹤里台和乡长所推动的这个植树活动 大概是今年 我们指数节3月12号之前 第一批的指数 就我们新城乡做领头羊 能够一起来守护我们的环境 珍惜我们的孩子 厂长客人也感谢欢迎新政府及林务局自政 树苗绿梅化新城乡的环境 而且环境绿梅化也非常重要 环境绿梅化是民生的重要课题简单简单 重视环境保护才能够有优良的生活环境 因此任职乡长之后 带领团队秉持的重树不坎树的理念 努力在新城乡各村各角落实施的美化 更利用植树绿梅化 新产生的公共活动空间 让乡亲无论在生活或是休闲 都有美好的环境 以制造幸福生活的新城 本集的将心有道理